56岁许孝顺全家照曝光,三病缠身已获达看淡人生,自己的塔位和遗书都已准备好了,将考虑冰藏。 据台湾媒体报道,艺人许孝顺为演艺圈校奖,入行已经29年的她坚持在镜头前表演,带给观众欢笑。 2011年在婚姻娶小她24岁的妻子陈瑜,育有一子一女,家庭生活幸福美满,近日特地拍摄全家服照,6岁的宝贝儿子许甘丹也穿上西装,帅气挺拔的模样被网友夸赞还好不像爸爸,引起热烈讨论。 许孝顺主持风神无双九年,今年首度入围金钟综艺节目主持人,不过没想到好消息才传出,她在接受访问时却透露,其实现在56岁的她三病缠身,已经想好自己的身后事,甚至拟好遗书,买好塔位,还说未来将考虑环保的冰藏。 许孝顺今年入围金钟综艺节目主持人 许孝顺因风神无双入围金钟奖,得知消息的她相当开心,甚至在进摄影棚时,还直接拿拖鞋在自己头上大力敲三下,笑说无三不成理, 一切都是真的。 此外,她还说其实自己早有感应,因为她在打坐时突然看到一座金钟奖,在入围名单公布前,去请示审明有无入围可能,她也得到了胜脚,果不其然真的在入围名单上看到她的名字。 不过好消息才刚传出,许孝顺接受苹果日报访问时却说,其实自己常年深受痛风所苦,2017年才开刀换膝盖半月软骨,另外,她也因为主持多年,近来声音都哑了,就医后才知道是声带硬化。 医师建议休息一年,否则恐失声,身上多处都有病痛。 不过她现在对离世看得很开,透露自己的塔位和遗书都已准备好了,说可能将考虑冰葬,把遗体放在机器里变成冰块再震碎,接住放进分离机里缩成小泥土,最后将分解消失。 她表示,就怕那天到来,她还特地去和一位丑了很久的朋友和好,因为人没了会将心里的怨念扛走,变成来世的包袱。 参考来源